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 本周我们专门去聊一聊斯蒂兰卡 以及它代表第三世界国家 所以首先让我们先有请老K 主持人好,大家好 老K你好 其实斯蒂兰卡的事情在本周初的时候闹的 从上周到本周初闹的还是比较热闹的 这周有其他的事情发生 我们先说一下斯蒂兰卡 我现在这个屏幕上分享的是 斯蒂兰卡这个国家在维基百科上的一些信息 斯蒂兰卡是1972年改名叫斯蒂兰卡 之前称西兰 是位于一个叫南亚 印度四大陆东海 东南方外海的一个岛屿的一个国家 属于亚洲 官方语言叫森加罗语 对,这个74%人口是使用 还有这个泰米尔语 泰米尔语好像印度人也说泰米尔语是吧 有一些 对,然后 然后但是他的官方语言政府们用的是这个英语 然后他这个国家的话是 对,75%是这个森加罗人 15的泰米尔语人 然后他是一个 叫什么单一制半总统制共和国 人家也是有选举的 然后他这个是1948年 2月4号从这个英国独立出来 之前也是独立国的这个一部分 然后一直成立于1972年 那他的人口的话有2100多万人口 世界排第58名 那他的人均GDP是 3000多 3698美金 其实也不是算 不算很穷 不算很穷 对,你看他那个国家 那个正式国民叫啥 啊 我好看 正式国民了 这没写 我看他正式国民叫什么 不知道 他就反正写 叫斯利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国国 这不说这个 咱还正不说社会主义国国 原来是个社会主义国家 OK 然后他的首都市叫这个斯利 斯利贾亚瓦德纳普纳克拉罗 最大城市叫科伦波 其实这个斯利兰卡 对于大家来说 好像也就不是很熟悉 但我个人来讲 因为在去马尔代夫去玩的时候 实际上是在这个斯利兰卡转机过 我相信很多种机器那边 就包括他这个跑逃跑的总统 其实也是最后先坐飞机 跑到了这个 这个马尔代夫 所以大概这是他的一个这个情况 然后他网上还有一些文章 我给大家稍微这个共享一下 这个 OK 稍等 我把这个文章稍微打到屏幕上 OK OK 这篇文章是7月5号 就是本月初的一篇文章 这是BBC的 他这里提到的就是斯利兰卡的经济危机 那个时候他的总统还没有被赶下 但还没有跑 但已经发生危机了 所以他提到的是中国 印度 美国和俄国 在印度洋 这个地方的话 他有一个叫竞争力的 影响力的一个竞争 然后不管是中国也好 还是 就是其他国家也好 好像对这个斯利兰卡这个国家 都还蛮看重的 所以就是在他的经济层面 好像都有很渗入 然后包括斯利兰卡也是中国 在一带一路里面这个计划 所谓关键的一环 其实上次上周的时候 阿姨也谈到了 斯利兰卡其实是中国 一带一路里面的一个国家 当然虽然阿姨那边没有说的特别多 因为他的这个铺 铺铁很特别特别大 所以我们回到一些比较细节的问题 就是您觉得像斯利兰卡 这种国家从他就是开始接受中国的这个援助 进入到一带一路 到他现在的破产 这是必然的过程吗 他在中国在这里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那除了中国 其他国家像BBC提到这个原章 就是不管是俄国也好 还是美国也好 包括有可能之前英国 为什么他们会要在印度洋 这样的一个国家里面 进行影响力的一个竞争呢 是这样的就是斯利兰卡能够被人看中 这个完全属于是一个这个全球贸易海洋 就是地理大发现之后的一个全球贸易的一个一个结果 也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地方呢 在历史上呢不被人看中 就是尤其是这种这种某个岛上的某个某个小节点 啊 他已经是属于这个世界尽头了 怎么讲呢 印度有两大史诗嘛 一个是摩赫婆罗多 一个是罗摩尔纳嘛 罗摩尔纳其中罗摩尔纳呢 他里边的很多故事是中国那个西游记或者是佛教故事里边的这个来源 对对没错 他这个斯利兰卡在罗摩尔纳的这个故事情节当中呢 占了大概三分之一的这个这个篇幅 就是他他体现的是一个印度当时的这个亚利安人入侵这个北印度之后形成了一个世界观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们这个北方印度北方是人啊 是我们这个婆罗门也好 是什么这个分成四个种种差地利啊 什么这个种姓就是人啊 你虽然说有种姓有这个有建民 但是好歹大山都是人 印度南方呢尤其德干高原那边我们还没有去征服或者说我们懒得去啊 但是那个地方全是猴子 其中孙悟空就是就是其中之一啊 当然也有另外的猴王 孙悟空就是叫那个哈努曼吗 是他这个里边的一个神猴啊 这个是是然后再往南啊 过了这个海就是这个斯利兰卡 这他妈的罗刹国 是住的是夜叉 什么罗刹就是就是鬼怪妖魔鬼怪 所以西游记里边的妖魔鬼怪 他的原型呢 是是来自于这个斯利兰卡 他们的观点就是啊 对就是说我们北印度的是人 是这个从这个中一 从从这个亚洲入侵来的 中亚入侵来的这个亚利安人 南方是猴子 还没有进化成人的猴子 那就是鬼了 所以这个斯利兰卡 然后那个印度教就是有一个这个传统就说 普罗门是不能够入海的 不能到海上去 到海上去是不能吃东西的 就是坐在船上上了海就不能吃东西 就得绝食啊 就得进食然后是这个绝食这个在达迦马征服就是达迦马刚到印度的时候跟人跟人吵架 跟人打架 然后绑架了一些婆罗门 然后人家就就就直接就绝食饿死 什么意思呢 人怎么可以过海呢 我们再往南这黑水 我们不应该去这个是下边就是地狱了 这是这地方我们就不要去 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这个耶律德光啊 灭了这个灭了这个石松柜之后呢 说我们要不要带在这个南方也就是开封这一带就是过一过啊 或者山西这一带过一过不行太他妈热了热的我都热死了啊 这个北方尤其是那个北魏孝文帝啊 说我们在平城就不行 我们要到中原去 然后就是说我们去打仗 然后跑到这个南方去 然后南方的所谓南方就是中国的北方啊 这已经热的受不了了 很多贵族就不愿意干 就就往回走 就是这样就拖着大家往南走 嗯 再往南方那就是猴子了 那就根本连人都算不上是这样的 但是呢这个这个历史进程这种歧视链呢 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到了大航海时代才才变过来 尤其是英国人和葡萄牙人 他们是喜欢是什么呢 贸易战贸易节点为主 他不不在乎占多少地盘 所以呢斯里兰卡这个时候才真正的说 有人要了还把它当回事 尤其是那个呃 引进了红茶之后 发现这个斯里兰卡种红茶挺好的 除此之后还没什么用 对 所以到一直到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斯里兰卡是属于一种可有可无的存在 直到说中国这个要进来之后 要要进入印度洋 发现的这个盟国太少 因为印度洋嘛 都是印度人控制或者印度人严重影响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呃 你实在找不到这个所谓可以能够能够殖民的地方 或者说能够能够能够插足的地方 他就找到什么呢 就是这个斯里兰卡 为什么斯里兰卡他能够就说呃 能够渗透进去呢 他有一个有有几个原因 第一是呢 他跟这个印度的关系并不好 呃 那个因为印度你所谓的僧加罗人其实是从印度呃 渡过这个海到南方到这个岛上去的这个婆罗门建立的 呃 就是实在受不了了 我们在在大陆上亚印度次大陆打不过人家了 我们就跑到这个破岛上来吧 然后征服了当地的这个这个这个泰米尔人呃 所以形成这样一个一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但是问题在于这个泰米尔人他也是原住民呃 他虽然是也是从印度大四大陆过去的 他是原住民 所以就这这样打起来就一直就这样打 然后印度呢 因为你是呃跟我们你是佛教嘛 你跟我们在这个战略上不是一伙的 所以我们就扶植你的这个泰米尔蒙湖组织 就就就就一直跟你这个呃 少数民族吧 跟你的政府干嘛 就内战打了20年 什么时候结束呢 第一印度人实在支持不下去了啊 支持不动了 第二这个解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给这个啊 或者说中国共产党给了这个啊 斯里兰卡政府很多的军事援助啊 嗯啊 这两这这样一此消彼长之后呢 他终于把这个泰米尔蒙湖组织给灭了 泰米尔蒙湖组织相当厉害的在在在在那个时候 对 给灭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这个就就创造了一个啊 一个一个能够控制斯里兰卡的这样的一个契机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中共就能够苍蝇钉了无缝的有缝的蛋 就把这个这个节点给占了 这个节点占了之后呢 他第一直接影响这个印度的这个对印度洋的这个控制 因为你看到他是在这个南亚次大陆的这个尖上 往东走往东走对这个很这个航道很重要 往东走就是马六甲海峡 往西走就是非洲 还有红海这个这个波斯湾也好 是这个红海进入这个苏伊士运河也好 这是一个节点这个节点其实蛮重要的 虽然说商业上很可能没有什么价值 但是在战略上尤其是在军事上是非常有有有有有有 重要性的 嗯 嗯 OK 所以他在就呃 所以在南亚时代以后他变得更重要了一些 那中国把它纳入到一带一路是为了他的这个军事上的战略目的吗 嗯 需要需要他就是通过之前呃 好像很多人都知道就是通过这种给你啊 就无息贷款也好什么啊 一个高息贷款也让你还不上以后让你拿你的港口过来做抵押 然后进而控制你的港口 然后 嗯 那些目的呢 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呢 其实是殖民主义当中最最最最最最最没有技术含量的一种方式啊 这个你想想看啊这个我控制你这个国家的方式多了 其实如果是按照这个西方的这个就是欧洲的殖民者或者是东一路公司的这种渗透方式呢 其实他的玩法是不一样的是可以是润无细无声 而且做到说你能挣钱我也能挣钱大家都能挣钱的情况下能够这样做 但是中国的做法是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你不是一社会主义共和国吗 你多少要讲社会主义第一什么叫讲社会主义呢高福利啊 第二呢这个节制节制资本什么意思呢 私营企业就不是很活跃 然后呢这个政府呢又想这个收买老百姓 呃就说你个斯里兰卡他第一他这个税率很就是对这个普遍税率很低啊 经济不发达 然后呢他要又要这个发展经济就是第一就要打这个泰米亚蒙古组织 第二呢他要要建立一个什么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个形象就怎么办呢 给用外来的这个资金呢 这个是普遍的第三世界国家所谓的殖民地民族解放之后的普遍的行为 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五十年代四十年代到到这个七八十年代各个殖民地独立之后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啊 因为那个时髦嘛呃民主主义已经不不时髦了社会主义才时髦时髦之后就是叫叫叫找金主嘛呃 以前的这个殖民地时代呢是比如说英法殖民地是不一样的呃英国是我他妈的是在你这儿挣钱的至于你的这个社会组织形式啊 只要不不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挣钱的大局你们爱怎么来大家或者商量着来都行 然后呢我们建立基础设施呢根据是根据我们的需要啊不是根据你们的这个社会发展或者民生的需要我认为说重要的这个铁路呢比如说到那个矿场的铁路我是要建的 但是你说你说你加尔哥塔到这个呃班加鲁路我不一定要建所以这个形式是不一样所以呃他的这个就是属于一种轻资产的而且这个是马上投投资就马上就可以见效的这样的一种一种投资呃这个产权也属于我自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呃他自己就很容易就甩手就是就英英国撤出印度的时候我相信他当年的投资早就收回来多少倍了就不止 在这个问题但是法国德国就比较比较蠢他说我们要传播我们的这个尤其是法国我们法兰西的民主制度这个人权自由平等啊我要在你这个在你这个叫什么呃阿尔吉利亚啊所有阿尔吉利亚人都是法兰西公民那你是法国人还是这阿尔吉利亚人不行都是法国公民然后呢都得说法语然后教育都得按照这个法国的标准来那个法兰西公民 这个法国是怎么建房子的你这阿尔克他也得不是那个阿尔吉亚也得怎么建路也是按照这个来所以这是一个高成本的投入然后呢他一旦独立之后呢你就是血本无归你投入的钱还没有还没收回来你就没了所以这是一种那中国的是什么呢中国的是我收买你政府啊我不侵犯你的这个就是我不跟你这个基层社会 就是不跟你的这个有机的社会发生任何联系我只跟你这个政府层面打交道政府层面为什么跟政府层面打交道呢第一这是毛主义说的你这个现在的这个你们的这个作风啊不联系群众不联系实际啊这浮在表面上这个是但是呢他舒服啊我只做城市的工作啊这个城市有有这个基基基基础设施有有有有酒店宾馆啊 啊这个又便宾馆啊所以我我在就就在呆在城市里然后呢做这个政府项目呢就跟政府几个人搞好关系今天塞点钱明天弄个什么然后说你到我们中国来我们让你吃好喝好玩好啊这个东莞去一趟天上人天去一趟这就这就拿下了然后咱们一起弄项目吧这个项目呢这个按照这个当地的官员的 再蠢的官员也知道这项目肯定是不挣钱的但是呢既然是你花钱我又合了二不为而且你既然你花钱我又能从从中拿到一份我合了二不为呢至于说这个欠债这个能不能挣钱比如说建了一个国际机场建了一个什么高规格的什么这个板球场有没有人去呢光我屁事我操那是那建了完了之后你说你说没有经济效益我们讲社会效益吗我们显得 我们社会主义共和国很发达吗如果说群众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觉悟没有看到我们这个建设方面好的一方面你只看到没有人去这一方面在说明你的这个这个这个思想很偏激吗嗯他欠债国家欠债欠债欠债还钱啊这个还不出来啊那就给你呗反正本来就是你花钱弄的吧我签个字符很简单因为这个实际上这个钱已经有一部分落到我口袋里了就 这个叫做为什么说这种人叫做卖国贼呢这是真正的卖国贼但是问题是在于说如果说真的出了问题像现在这种这种情况是不是呃万里条一出现的就是怎么说呢按照这个中共的这个一贯的做法比如说啊呃当年苏联老大哥给了700多个项目那都是真的拿真金白银砸进来当然你的这个配套措施是没有的 就是说比如说呃你要建这个建这个700多个工厂这个苏联老大哥给了但是呢那个工人的宿舍呢怎么办呢那就搭茅草棚子啊但是就说就即使是在最低标准的情况下呃进行的这种配套投资都都赔了啊然后引起这种大饥荒他就说什么呢你看这苏联老大哥多坏啊我操这个给我们这700多个项目啊然后让我们花钱 然后然后居然说还要我们再还钱啊这一下子我们就一下就没饭吃了吗没饭吃什么为什么原因呢就苏联老大哥就是尤其是科鲁晓夫啊援助中国搞的就这不是我们的错是是苏联人的错那这个科鲁这个斯里兰卡也是一样的道理他说啊这个我们国家经济这个遇到困难啊没有饭吃那是因为俄乌打仗啊那是因为这个COVID 对造成的呀这是天灾啊对吧国际形势不好这个这个呃呃又发生疫情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吧但是问题在于你的这个斯里兰卡的毕竟他是一个呃就是说这种社会主义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呃但是实际上呢真正是不是社会主义要靠收买啊他对这个本国人民可能剥削不是很重但是呢他他这个但是他肯定也是不允许你私营经济发展 那大家都是处于一种军贫的状态的这种这样的一种国家我稍微一个月从这个30斤的米啊我提高到提高5公5斤的这个定量大家都都都已经感激踢零的这种感恩戴德的情况他确实可以弄但是在于说你既然你要管人家吃饭那你如果说有朝一日实在是没钱了啊这个不仅是欠债欠债债我相信这是这是有的但是呢除此之外呢 你自己花的钱也花光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没办法他就他就最后就是这个玩线了之后呢还有一招就拍拍屁股走人呢 那这个这帮人好歹会英语啊你不像中空的人你说这个呃林彪啊跑俄罗斯去他跑苏联去我他妈不会说俄语 我说他妈土巴路出生我是这个黄武军要出来的那个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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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啊这个不会看地图 他说这个地方是是长江是长江还是黄河别把他帮我拉到韩国去了都是这样的一帮人两眼一摸黑就就这样子所以所以你说到这种情况下你说这双统治集团多爽啊他他居然能跑了这是人生赢家嗯我的天OK你老当才把这个英国哈德法以及中国的这个所谓三种方式殖民方式都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哈这个 对哎但是不管是哪种殖民方式哈看起来在这种三世界国家呃或者说在这种国家吧呃只要殖民者一走或者只秩序一撤出或者早晚是出事的这种情况下都是腐败啊然后呃这个官员就拿到拿走太呃就很多的钱 然后普通老百姓就得到什么虽然可能得到一点但往往没有这个官员得到的多啊然后像斯伊兰卡的政府的话看起来这个人民人民也觉得这个政府不靠谱要把它推翻嗯发生很多 然后那现在这个斯伊兰卡这个总统就跑了吧但是现在是怎么样咱还不知道但是他却嗯其实像您说的钱也钱是赚到了是吧然后大家也都安全了咱去享福利了那类似的这种事情哈然后是不是是随着美元回流美就是像美元现在慢慢的回流美国美国美国强势那美元所谓大家都要抽走了要跑走对会发生越来越多然后全世界各地的话 类似这种斯伊兰卡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话会一个一个的陷入这种斯伊兰卡式的这个危机呢对没错呃是这样就是我们就说历史上第一次就是有史以来有历史啊有有文字历史记载的第一次这个移民呃就是这种殖民殖民地的产生是这个希腊的那个就是现在土耳其的那个叫呃呃呃呃呃他说那个发生饥荒啊就是实在受不了了 撑了10年说我们移民一半吧就是王子就带着一帮人就就就就移民到非洲去了利比亚呢然后他什么叫殖民呢就是说当地是有这个有有原有的居民的然后我们殖民过去之后呢是跟当地居民是要产生关系的这样发生关系之后才叫才叫殖民啊这个是就是说真正如果讲这个历史本歌的话他必须得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如果说你当地有时候当地没有人就像这个第一 第一次的这个智人全球迁徙当地没有人啊跑到从这个百令海峡到这个美洲那个都不叫殖民那个就是就是迁徙嘛呃所以所以他殖民和这个的区别在于呃殖民在于什么呢他必须得得相对于当地的土著他有一个技术上的领先有有先进能够带进先进技术去你才能够叫殖民不然你就难民了哈哈哈 所以所以所以既然就是说按照这个按照历史发展的演进过程呢全世界基本上进入了大概是呃几万年前开始就是不断的进行一个殖民的过程呃这个殖民的过程导致的结果就是全世界都有人居住呃那么从这个狭义的所谓殖民的那个呃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呢是现代的白左发明的 他特指的可能就是大航海时代之后这个这个西欧的这个是西欧的主要是指西欧的这个航海民族对全世界的这种这种这种殖民那么当然他就不算这个俄罗斯对对东东部的这个东亚的这种入侵这种形式他就不算是殖民了他这个这个扯远但是他要提出这一点是什么原因呢他要营造就尤其是八呃从19世纪到现在一直这个白左或者是所谓的这个进步主义 他要营造一个什么氛围就是说第一当地的居民在被殖民之前是过着啊美好的天人合一的啊这个善良文明勇敢的这种生活举个例子阿凡达啊他就是影射的就是什么美中这个呃美洲印第安人啊我们这个杀打猎动物是是打完猎之后呢还要跟这个动物呢唱个歌啊 然后让他的灵魂是绕天堂然后我们骑动物呢骑这个马呢还要跟他的这个灵魂啊这个辫子跟他的这个什么尾巴接到一起去啊这灵魂合二为一然后一起动哎呀这个生病了就在树下面祈祷一下这个树的精灵就能让你起死回生 他就这样一种无比美好的伊甸园一样的生活但是实际上是怎么样大家都知道那他扯淡他妈的呃就说你是带着这个先进技术去的呃这些殖民的这些人带着先进技术去其实是改善了当地的这个人的这个生活 就是说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他改善了当地人的这个生活的啊就至少是不再进行这个人人人这个人生献祭了嘛不会是杀人献祭嘛是吧你的这个生活无论是怎么样也好肯定是比殖民时代以前好这个确实是由西方带来的这个这种殖民尤其是比如说在这个军事上在这个呃在工业上在生产上在医疗上 上面都有很大的改善然后当地的军民呢就想说呃有一部分的这种先什么王公贵族啊或者说被这个呃征召入军性训练的这些这些军人呢尤其是比如说军人呃在这英国殖民地的军队里面服役然后在法国的军队服役服役然后参加了这个世界大战他觉得说你他妈的西方人跟我们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祖上也是也扩过啊这个呃 埃及我们的这个肯定祖上无论是这个埃及本土的这个金字塔的文明也好还是这个穆罕穆德的带来的这个穆斯林的宗教也好其实是比你们西方先进的这个5000年代我们5000年上下无非就是我们的技术上不比你们强嘛对吧那我现在学会偷偷学会你们的技术你们的你们打枪我也会打枪 你造枪呢我也会造这个应该就是说技术上慢慢的就扩散了嘛我我我一百年前我们没有工没有铁工厂吧一百年后我们少少的有一个小铁工厂也能造点枪也能造点炸药了这个时候好像感觉技术上差不了太多我们就他们独立吧然后呢这个世界上 为什么说二次大战之后的这个这个独立的民族殖民地独立的风潮特别强呢还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技术实在是已经扩散到很严重了当地的人无论如何他都能够用现代的现代化的步枪机关枪去打仗你虽然你有航空母舰但是你航空母舰照我几头骆驼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就是尤其是这个阿尔及利亚的人在这个跟跟那个法国的殖民地法国的殖民军作战或者说越南的这个军人越南的这个北越跟法国作战的时候你虽然有飞机但是我没有飞机但是我有枪好像你有飞机的一个效果不是很明显尤其是在丛林里边所以我能打败你打败你之后呢呃之后呢有什么有什么谁来推动呢主要是一个一个这个 美国和这个苏联美国是什么原因呢他是因为说这个门罗主义的这个传统啊这个对殖民地特别不看重为什么他的这个以前的这个对手呢除了英国之外呢英国之外主要就是这个西班牙啊西班牙的这个西班牙葡萄牙西班牙葡萄牙的这个殖民统治的方式跟英国法国是又不完全不一样他直接就是行使的是这个 这个在当地的这个呃跟西班牙本土实行的是差不多的这种统治方式又是这种传统老呃老大帝国的呃官僚体制然后呢就是呃 鼓励当地人跟这个葡萄牙人西班牙人通婚然后就纯粹依靠土地经济为为主的这种这种形式是相对比较落后的嘛因为毕竟来讲还是英法英法还是有资本主义的存在 所以他就认为说全球的资本主义尤其是英法的资本主义呃对吧殖民主义都他妈的是粮系品都不是好东西都是 所以你们都应该铲除掉 我们全世界都不应该有这种殖民地存在 这种殖民地 我们应该去教育这些殖民地的人民 走上美式民主的道路 只要有你看你学我们 我们13个州殖民地一弄起来 不挺好的吗 大家就按照我们美式民主的这种方式来做 都可以 这是一个颠簸不破的道理 这是一个适用于全球的模式 苏联其实也是这样的 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们把这些殖民地 就是帝国主义的 我们本身俄罗斯是帝国主义当中最薄弱的环节 那我们二次大战之后 各个英法的好像力量相对下降了 那我们就鼓动当地的他们的殖民地去独立 他们独立对我们来说 我们就有你看为什么这些国家 一旦独立就要叫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 你说埃及独立之后也叫社会主义 然后克里蒙尼公里面的有一部分人就说这帮人跟社会主义有什么积毛关系 他懂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 马克思主义他读的懂吗 那都是这样 然后但是不管怎么说 人家投桃报李就说我们叫社会主义 咱们社会主义一个字写不出同一个社会主义 不同的社会主义 大家我们都叫社会主义了 你给钱 三分两分你不在乎吗 就是这样 所以苏联也觉得挺好 我们勒紧裤腰带这个环境毕竟比三二三十年代那个时候 斯大林和托罗斯基那个时代好 我们又吞并了东欧 那么钱也不少 然后我们就援助 援助了 大家都听我的阿拉伯世界 我们援助了 就跟以色列打 然后北越援助了 然后非洲又援助一大堆 然后人家要的不多其实就是武器 其他除了中国要点这个 要这么多企业之外 好像没谁要这么多东西 人家就说西方的殖民地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军事传统比较好 因为他直接就是受英法 直接指挥和训练的这帮人 军事的军官团是最先进的阶级 和是工人的先锋队 至于说工业他们反正不着急要 毕竟苏联老大哥能够提供 所以这样子大家就能够短平快的 实现一个军事现代化 成了军事现代化之后 美国就觉得就能让美国和英法的 帝国主义都有点吃不消 那我们这个国家不就起来了吗 当时的这个想法其实是很简单的 毕竟来讲 他没有说像现在这样 当时的主要还是以农业为主 既然工业没有发展 他就不存在说工业发展不足 技术比较落后 然后经济出口不强的这些问题 没有这些矛盾 有了工业之后 你才会产生这种什么失业的矛盾 这些产品技术技术水平不足 竞争不过国外机器的这种矛盾 我他妈的5000年我就出口小麦 出口这个椰枣 我现在还出口这东西 我就不信我出口不了 所以这般人日子一直这么过来下来 在工业上的依靠苏联的这个现成的产品 或者说有的时候跟美国又搞好关系 两边打打牌 两边的产品都能拿到 而且是无偿援助的 然后又可以剩下多一点钱 还可以拿来去给老百姓发发福利 这样的日子其实过起来挺好的 你老把这个冷战时机的 这种第三世界国家独立的路径 简直给大家梳理了一遍 OK 所以当然现在从现在 当然你也总结到 一方面是全球左派的思潮 左派思潮提到 就是说这个任何文化都是挺好的文化 在没有殖民主义来的时候 人家文化都好 大家都跟自然都相处的挺好的 这个确实是这样 这是一方面 包括人家的宗教 人家宗教也很好的 是吧 然后另一方面的话 就说你说提到这个技术扩散的这个问题 包括这个武器这方面的事情 所以大家都觉得自己挺牛逼的 包括这个中国也是这个样子 你说我们这五千年文化 大部分是都领先世界的 然后只不过现在没追上了 你看我们现在这几艘航母都下 都下好了 那可能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是一样 可能就是 当然还是回到 话说回来 就是尤其是现在这个美元回收这块 现在也不是每天泛滥的 所以 就是还是回到那个问题 就斯里兰卡未来这个国家 会持续不断的动乱下去吗 然后把它变成 就是就像这个之前一段时间 南美南美洲国家一样 然后包括军事政权上来 军事独裁政权上来 然后维持秩序 其他的世界第三世界国家 也会是这个这个 同样的一个路径 这样走下去吗 斯里兰卡这个国家呢 你看看人民的这个武德 还是比较充沛的吧 他能够去冲击这个 能够造反吧 然后去冲击这个总统府 能够引起这个国家 这个政治上的一个 一个就是至少是他能用这种方式来弹劾总统 然后重新选举一个新的总统 至少他在 就是说在原始的这种 或者说是叫做朴素的民主制度 他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机制的 然后呢 然后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他是一个就是 怎么说呢 他的这个农业毕竟他还是存在的 虽然说现代农业 他2000万人 虽然现代农业的影响 就比如说一定要有化肥要有农药 这个事情是是现在暂时造成一定的困难 但是呢 他能够能够至少能够纠正现实的这个这个问题 现实的主要问题就是国家被这帮人给给给坑掉了嘛 呃 要借钱也好 要要贷款 要要援助也好 就是前提的条件就是把这帮助手给弄掉 有些说为什么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肯借钱 或者说美国不肯借钱就我借给你有什么用 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你们自己要发财 这谁会去借 这救急不救穷 救急不救穷 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穷命 什么叫穷命 就是我借你多少钱都不够用 所以你能自己揪偏 那挺好如此可教 呃 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相信就是新的一个政府的那个总统还是谁 呃 这是代理的吧 他说我们相信中国能够借给我们40亿美元 我就觉得对吧 你想想 哎 为什么你就相信中国能够借给你40亿美元呢 那道理很简单 我抓着你的把柄了 我就是说你这个把柄值40亿美元 你你不借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要是不借 我马上就把你这个这个给揭出来 所以他们就很有底级说这40亿美元肯定能借 结果 你看果不其然就就就要借了 对 对 所以就是我解决现有的问题啊 就是说你那个我到时候说你帝国主义这个啊 殖民主义骗我们这个没收帝国主义财产 喂 听见听见 对 中国当年对付英美帝国主义的这个这套手法 我们再重新玩这个无理无比正正正正正确 呃所以不还了 可以没问题 哎好吧 看来看就是看起来就是这个 这个斯伊兰卡也是趴在中国身上的一个柱橱啊 对 除了斯伊兰卡的话 搞不好可能还有巴基斯坦啊 包括俄罗斯现在大吸血虫 所以这个这个最后的压力 这个斯伊兰卡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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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 到底吃多少大米 是不是最后还这全由这个中国这个 这个所谓啊 这个996这帮人最后来扛呢 那中国最后能扛多久 能扛多少国家再能扛这个 那个你看最近刚刚这个中国的这个美元 持有的美元债国债 现在已经降到1万亿以下了 1万亿以下了没错 他就是这个这个卖这个钱就是用来用来填这个窟窿的吗 或者是用来花这个这个去呃 钱呢其实是一个流动的 就是说你不要看他的这个如果说你只有只有出向没有镜像呢 你再多钱也是很快就花光的 所以呢如果说没有镜像的情况下 可以在大概两三个月 三五个月就能把这个所有的老存体全部花光 呃尤其是遇到这个不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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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的 这种这种不懂财政的这个就是就是什么都不懂的 这些人手里呢那基本上就就就就没了就相当于你可以把它计为计为损失了 所以这个时候多好啊呃多几个这样的朋友 就你马上就可以可以可以不需要有任何任何动作了 你直接就就等着他破产吧 哈哈哈哈啊 所以照说中国反正会会不会就是自顾不暇了 他其他事情也管不了了 如果这是管不了的话 那是他之前中国所有的投入是不是全部都打水瓢 就是没有任何的意义 嗯 其实在这种事情上面呢很多时候 嗯 嗯 你旧也好不旧也好也就是那么回事了 呃把它这个整个 整个的这个整个底子全部全部清掉之后重新来吧 啊你指谁的底子中国那边还是中国的底子对中国的底子 对中国的底子 嗯对 OKOK好明白了 嗯嗯 还有你除了中国这边的话 像斯里兰卡这个国家他们还有没有可能再去抱美国人的大腿呢 这个很有可能 这关键是在于说你采取什么路线 你抱美国人的大腿人家也要你合规啊 你你的这个架构是否符合他的要求 你的这个路线是否符合他的要求 这个要整个全部重新改 这个不是不可能的 这个埃及不当年不就是这样吗 嗯嗯嗯 那对于这些独裁国家来讲啊 你或者是相对于独裁国家来讲的话 让当权者的权力去跟美国合作 看起来还是 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了 嗯对对对对 OK好好 嗯 多谢老K今天把这个斯里兰卡的事情 以及背后的一些 就是为什么会有斯里兰卡 以及在那段时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就给他树立了一遍 然后来关注一下 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今天多谢老K 然后也多谢能够收看收听本次节目的 观众听众朋友们 然后今天直播再演出也还是不错 好 那就这样 拜拜 谢谢拜拜